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 将在27号进行首场电视辩论 媒体指出 90分钟的问答交锋 对两位高龄参选人身心都是考验 预计辩论中 拜登将聚焦堕胎权和经济 特朗普将强化移民公共安全和通货膨胀等议题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将于6月27号举办今年总统大选首场电视辩论 CNN日前宣布了规则 今年5月 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同意进行两场辩论 其中一场将由CNN主播塔珀和巴什 在佐治亚州扬特兰大市主持 第二场辩论将于9月10号召开 由美国广播公司主持 据CNN公开的辩论规则 两名总统候选人将在90分钟的辩论中出现在统一的讲台上 讲台位置将通过抛硬币决定 候选人会各获一支笔 一本便签和一杯水 但不能使用其他道具 CNN还表示 辩论期间除了轮到发言的候选人外 否则两名总统候选人的麦克风将被禁音 此外辩论也不会安排现场观众 拜登政府据报准备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以阻止今年夏天汽油价格跳涨 拜登首席能源顾问霍克斯坦 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表示 燃料成本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仍然太高 将尽力确保市场供应充足 让美国消费者获得更低的价格 并补充指 美国有足够的战略石油储备 暗示有空间再动用储备来降低油价 他并表示 拜登政府将继续补充战略石油储备 直到储备达到能源安全所需的水平 美国能源部为了抑制油价 在2022年释放了1.8亿桶储备石油 不过从今年起 每月购买约300万桶石油补充战略储备 周一美国医疗总监莫尔蒂呼吁 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添加警告标签 以警示人们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对青年人 尤其是青少年造成的伤害 莫尔蒂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 希望以此提高人们的意识 鼓励社交媒体用户改变自己的行为 并呼吁美国国会通过相关立法 莫尔蒂警告说 社交媒体会严重损害青少年心理健康 尤其是处于青春期的女生 他引用的研究发现 近一半的青少年表示 社交媒体让他们产生了身体形象问题 而每天在社交媒体上 花费超过三个小时的青少年 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一倍 莫尔蒂还希望迫使社交媒体公司 允许独立的安全审计 并与独立科学家和公众 分享他们所掌握的 有关健康影响的数据 美股上周走出分化行情 科技股持续强势 带动纳斯达克指数 连续五个交易日创新高 展望本周周三是6月节假期 美股将休市一天 而本周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多 当中包括周二发布的5月零售销售 工业生产 周三公布的6月NAHB房屋市场指数 5月营建许可会在周四发布 而6月PMI初值 以及5月资商会领先指数 及乘务销售则会在周五出炉 经济师估计 美国5月零售销售将录得温和升幅 而多名美联储官员 本周会发表讲话 有美联储官员认为 年底才开始降息是合理的预测 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卡里卡什 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访问时表示 美联储仍需要看到更确切的证据 显示通胀有序回落到 2%目标的道路上 才会开始降息 因此市场要等到12月才开始降息 是合理的预期 卡什卡里认为 目前美国处于有利位置 经济情况较预期为好 当局可以观望多一段时间 是乎未来几个月的经济通胀和就业数据 再去决定下一步行动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本周因热穷顶现象 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 将迎来30年来最热天气 在接下来的6天里 随着夏季的第一天 从周四开始 超过90华氏度的高温 预计将影响美国82%的人口 约2.65亿人 美国国家气象局称 罕见的热穷顶现象 将使许多城市的气温 连续5天超过95华氏度 且由于湿度较高 人体体感气温 可能达到100到105华氏度 在东岸 纽约市孔迎来第一波热浪 市长亚当斯周一宣布 预计国家气象局 将于周四和周五 向该市发布高温预警 在美西 预计德州 亚里桑那州 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 也将出现危险的高温 当局警告人们 要保持水分充足 远离库暑 并照顾好年迈的老人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南加州爆发多起丛林火灾 周一 消防员在高温和强风的天气下 继续扑面其中最大的一场山火 这场名为波斯特大火的山火 于周六下午爆发 当天在戈曼 即洛杉矶西北的五号 周际高速公路附近开始燃烧 据加州消防局称 截至周一上午 过火面具约为14,625英亩 目前仅有8%受控 加州当局已疏散至少1,200人 有三人应轻伤送医 当局同时敦促哥曼到 皮拉米德湖以南区域的居民 做好撤离准备 由于强风和低湿度 或进一步助长火势蔓延 国家气象局向洛杉矶县山区的 5号洲际走廊发出红旗警告 警告将持续至周一下午5点 目前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周一 马里兰州州长摩尔宣布 他将赦免17.5万多名 与大麻相关的轻罪犯 摩尔在周一签署的 行政命令的讲话中表示 这是美国历史上 范围最大的洲籍赦免 摩尔强调希望通过赦免令 来纠正许多历史错误 解决对黑人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 社会和经济不公问题 马里兰州2023年经全州公投 将成年人使用休闲大麻合法化 摩尔表示 在大麻在该州去罪化之前 黑人因携带大麻被逮捕的可能性 是白人的三倍 且一旦被定罪 犯罪记录将影响一个人 一生的教育 就业和住房权利 就在一个月前拜登政府正式提议 重新将大麻归类为危险性较低的药物 使提案向立法迈进了一步 美国多地周末接连发生枪击伤人事件 在马赛诸瑟州的梅修英市 16号发生一起枪击案 当时有数百人在参加一场派对 事件中有7人中枪受伤 其中两人情况危急 警方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 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另外 在15号深夜 德州奥斯丁市附近的朗德克罗的一处公园 正在举行音乐会 期间两伙人发生争执 引发枪击 造成两人死亡 14人受伤 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警方称两名死者并未参与争执 也算不清楚有多少枪手涉案 另外 15号下午 密歇根州迪特律北交 罗切斯特山一处广场 也发生枪击案 造成至少9人受伤 最小的伤者只有8岁 警方表示 一名枪手向正在广场 盆水池细水的人群 开了28枪后逃逸 最终枪手在与警方对峙 五个小时后 引弹自尽 警方初步判定枪击事件为随机事件 枪手的动机不明 美国航天局日前发布消息说 此前因故障 暂停科学观测的哈勃空间望远镜 以恢复日常的科学观测 设备运作总体稳定 据美航天局介绍 哈勃望远镜在今年5月下旬 由于其三个人在运转的 陀螺仪中的一个出现故障 望远镜随之进入安全模式 团队为解决故障 将望远镜从利用三个陀螺仪的工作模式 转入仅靠一个陀螺仪的工作模式 以确保望远镜能够持续观测 同时让另一个人可运作的陀螺仪作为备用 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进入太空 美国在2009年利用航天飞机 运送宇航员对哈勃望远镜进行最后一次维护 为其更换了六个新的陀螺仪 但在最新的故障出现前 仅剩下三个能够运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继续锁定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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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